2009年有一齣叫做意外的港產片,故事講的就是一個將暗殺鋪陳成為意外的殺手行業。 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真的有這種工種,但看多了國際新聞,知多了背後的博弈,慢慢相信,意外還是政治暗殺,其實很難定奪。 所以昨日一看到伊朗總統萊希和外長阿卜杜拉希洋搭乘直升機出了事,我又聯想到意外這套戲。 5月19日下午,伊朗總統、外長和隨行人員搭乘直升機飛往伊朗東亞塞拜疆省出席水壩落城儀式, 回程的途中在農務的山區出事,直升機硬著陸,今日搜救人員證實,全機成員已經離難。 我又想起,在去年9月,敘利亞總統巴沙爾來到北京出席亞運的開幕式, 我們國家派了中國國航的專機飛到大馬市格,避開了很多危險的區域,來回一萬公里,千里條條地把巴沙爾一家接過來送回去。 背後的空險很難說得明白,今次伊朗總統的遇害就為大家活生生地演繹了。 或者有人會認為,意外經常有,何必多疑呢?但政治應該多疑,尤其涉及國際間的博弈。 或者我們先看看這位伊朗總統萊希近年說過什麼,做過什麼。 中年63歲的萊希是個強硬的保守派,選總統前是伊朗的司法總監,也是司法部門最高的長官。 因為大力反貪腐積累了不少人氣,所以在2021年成功當選總統。 上任後,他一直對伊朗核問題,反對西方和以色列的問題,中東戰略等問題持強硬的態度, 所以被外界視為伊朗最高領袖以連屆85歲的哈梅內伊熱門接班人。 上任沒多久,萊希在我國滑船底下,於2023年3月10日, 伊朗就與沙特阿拉伯在北京宣布恢復外交關係,互相重開大使館。 這也是萊希政治生涯兩例的一頁。 之後,萊希又飛到莫斯科訪問,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就雙邊經濟合作和國際問題進行討論。 同年12月23日,伊朗在首都德克蘭舉行了巴勒斯坦問題的國際會議。 總統萊希在發言中毫不客氣地指責美國是加沙人道災難的罪灰禍首。 他說,國際社會正是目睹當今不公正的世界秩序產物,就是可怕的戰爭罪行。 而美國是加沙地帶人道主義災難的罪灰禍首。 他直言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為了推進世界的新秩序。 然後,2024年4月1日,敘利亞首都大馬士格的伊朗駐敘利亞領使館遭以色列空襲。 建築物被擊中,包括伊朗指揮官、軍事顧問、使館人員和敘利亞人一共13個人死亡。 使館區向來都被認為是一個國家主權領土的延伸,所以萊希就立即採取報復行動。 4月14日凌晨,伊朗出動170架無人機,發射了120多枚彈道導彈,30多枚巡航導彈,對以色列進行大規模的報復性攻擊。 雖然大部分都被以色列攔截了,但雙方的良子愈結愈深。 伊朗表明,報復行動已經結束,就警告以色列不要再犯錯,美國也不要再插手,並放狠話,嚴重地警告以色列,如果再次襲擊伊朗本土,很難說以色列是否還存在。 這句話被認為是發出滅你國的豪言壯語。大家開始擔憂,以色列會不會動手呢?伊朗又會怎麼應對呢? 日前,萊希又訪問了巴基斯坦,與這個國家簽署了8項合作協定和諒解備忘錄,當中包括100億美元經貿和安全等合作協議。 然後,意外就發生了。 以上只是簡略列出,萊希上任總統以來,講過的話,做過的事,得罪過的人。 誰要稱霸天下,誰不想世界和平,一場意外,或者可以令大家看得更明白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請你按讚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想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和按鈴鐺。多謝大家。 。 。